接下來這則新聞我們看到的是 今年好萊塢大片卡斯的重複率 其實蠻高的 像是班艾弗利克年初上映的蝙蝠下 還有近期新戲會計師要上映 宣傳沒多久而已 他還有一部作品夜行人生也要上檔了 另外像是威爾史密斯有這樣子的狀況 而柯林弗斯還出現兩部電影 上映的時間只差兩天自己打自己 從小腦筋就動得快 不論記憶力還是學習力都異於常人 不過長大後不學好 沒把這特殊能力用在正途 反而是 男主角班艾弗利克新電影會計師 要演出聰明又沉穩的人物特質 不過電影還沒上映 另一作品也開始宣傳 看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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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影夜行人生中 By For L.A.C.自導自演 而年初也才剛演完蝙蝠俠 等於一整年上映電影不間斷 這樣狀況還有威爾史密斯 我看你在她眼前 當她叫我父親 然後你被罵我 齊聚大咖的新戲最美的安排 明明聖誕節才要上映 就開始跑宣傳 不過暑假黨的自殺突擊隊也還沒下片 另外柯林弗斯 我估計這是我父親的 很幸福你能夠在這裡 這是一個瘋狂的環境 經典作品的延續 BJ遊戲正在熱映另一部作品 我們可以做 多久 9個月 如果你要抵抗更加強烈 我必須可以加強烈 這篇文章是5千篇文章 順利 天才柏金斯也隔兩天登上大螢幕 等於自己打自己 而回顧一整年 似乎好萊塢強擋大片 就這三人不斷現身 雖然角色大不同 但也讓影迷看來看去 都覺得好眼熟 TVB的新聞庄 朋友這一箱台北報導